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教大家花片如何连接 勾到这里 勾六针电子 与另一个花片的一个角连接 把勾针穿过另一个花片的角 把线拉过来 再拉过来 勾六针电子 在这个位置勾两个长针 两针电子 短针 两针电子 两个长针 一针电子 与另一个花片连 勾针穿过另一个花片 把线拉过来 再拉过来 一针电子 一针电子 在这个动眼勾两个长针 两针电子 在这个位置勾短针 一针电子 一针电子 两针长针 一针电子 把针电子 把针针穿过另一个花片 把线拉过来 再拉过来 再拉过来 勾一针电子 在这个动眼勾两个长针 两针电子 两针电子 短针 两针电子 两个长针 两针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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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另一个花片 这个角连接 把针电子 把针针穿过去 把线拉过来 再拉过来 六针电子 在这个位置勾两针长针 两针电子 两针电子 用引拔针 手尾相连 把钩针穿过 一针电子 一开始勾在这个短针上 钩针穿过去 把线拉过来 再拉过来 再勾一下 用于固定 两针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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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针电子 打针电子 一针电子 例 social work 等的 TRS 线电子 就打针电子 插针数 一针 这是我们勾好的披肩小样 灰色是一号花 粉色是二号花 蓝色是三号花 一号是基础花片 二号 一共是四个角 只勾了三个角 蓝色三号花片 勾了两个角 其他角不勾 二号和三号 基本勾法和一号是一样的 三号花 都会用到 这个位置后面会挂流苏 挂流苏 在这个角 这个点 都要挂流苏 找一个稍粗的勾针 把流苏对折 勾针从披肩的反面穿过 挂上流苏 勾过来 勾过来 勾扶过来 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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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 扶紧 勾过来 这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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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